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木塔是 曾经上学时答不上来的地理题 如今成了内心深处的明文碑 它是顾言无比下 飘南宫确尽一塔跨青天 也是梁思成所言 不见此塔 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 印线木塔全名佛宫寺释迦塔 是明五层岸四层的木塔 高度相当于现在二十一二层楼 全塔耗材两千六百多吨红松木料 笋毛咬合 五丁五毛 与意大利比萨鞋塔 巴黎埃菲尔铁塔 并称世界三大吉塔 塔各层的匾额共六十多幅 贯穿了几百年的历史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字 都浓缩在了一座木塔之上 塔山密密麻麻的斗拱 进入五十四种不同的类型 不依赖钉子 全靠损毛拼接 变化之丰富乃中国古剑之最 是名副其实的斗拱博物馆 当年不知名的建筑大师和匠人 搭造的勒高密麻 给后人的修缮和保护 留下了一道难题 只希望他们能赶上木塔的 请节速度 让奇迹继续长明